畫面現場是市長謝國良首度安排與領長們面對面座談 第一梯次來自花崗里、林泉里和施求里三里的領長都踴躍發言 向市長反映基層問題 除草經費方面能夠多一些 因為是屬於山坡地 所以這一方面的經費比較需要 有一問題就是我們那個山坡地 就是剛才陳林民長有講過 有雜草重生 而且野狗野死 很多 不知道多來 環保給學會來領 整領埠到齋 這如果到齋領埠到齋領埠 以及一百四十一號 一個空地 基屬都在山坡 190都在山坡 所以有一個問題就是 有些長輩 如果晚上生病 救護車沒有辦法到 這個問題真的很麻煩 救護車連機車都沒有到 那個林 很多都在山上 連機車都沒有到 沒有地方到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救護車 還有消防車的 如果旁邊曾經發生過火災呢 那個救護車也沒有辦法到 那個消防車也沒有辦法到 那個對基本那個滅火器也不夠 不少林長相當關注空屋空地所衍生的環境髒亂問題 市長也請環保局現場回覆說明 並指示加速相關行政流程才能真正改善問題 只要有我們的林長有反應空屋空地地址 全部都要記下來 我們有多少的時間去消化 我們要內部去評估 但是我們要做第一件事 你就是把林長在林長會議裡面有反應的每一個空屋空地的地址 全部都要記錄下來 像剛剛已經有復興街141號了 這個是129號 對 也是復興街 對 市長是非常注重公民參與的 我們民政處現在也在規劃公民參與委員會 我們叫公參會 現在全台灣大概只有台北台中有 基隆市可能是第一個非六都來成立公參會 希望讓公民參與有一個專家 第三方的專家來協助輔導我們基隆市政府 如何讓民眾的力量發揮到最大 政府的所有的公務人員都是市民朋友的公仆 讓市民的聲音反映給公仆 公仆來做事這才是良好的政府 市長與林長面對面的座談會 每週三四各舉辦兩場次 希望貼近基層的需求來解決問題 也作為市府市政方向的參考依據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